超大的,這是班農隆納德當代美術館 這個真的是超級巨大的 而且附近的房子都是又舊又破 團標出這個東西,實在是非常有趣 非常大的房子,整面白的玻璃的 非常乾淨,非常方方正正的建築物 門口這邊超多人在玩滑板 有個女生也在玩 蠻妙的 台灣沒什麼人玩滑板,在歐洲很多人就很愛玩滑板 很棒的是,現在是禮拜四的 它就是禮拜六的 四點到八點,因為把那個關了 是免費,直接入堂,超棒 這裡進來全部都是寫的上去 右邊是整個直立平面 覺得跟柯比翼的建築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感覺有點故意要做成它那個樣子 但我覺得整面白的真的是非常舒服 漂亮 跟這個外面,外面就是一堆滑板 一堆土牙,超強烈的對比 現在最上面這層,陽光灑落的感覺 超棒,整個是挑高的 作品蠻妙的 然後就是一個夭壽大的黑板 對,然後就亂寫了 有點像站在椅子上 結果那個警衛就制止它了 這次作品是排隊制 然後現在聽到那個聲音是 幫沒有離隊情侶人 他只要上面寫什麼,他就說什麼 這次作品全部都是終身詞 超級長 他基本上就是 剛剛別的作品 他好幾個作品把它 就是合成一個系列這樣 我就覺得這作品超大的耶 蠻妙的,不知道為什麼 會想做這麼大一個作品 你看他所有那個撞身詞的 全部都拼 然後一大堆一大堆 然後剛剛還有別的影片 然後全部都統整在一起這樣 那個透明走廊很好玩 看到腳 大家走過來走去 這個好像蠻有名的 但是近看就發現 全部都小人 全部都是這種視頻小人 這個作品裡面都有放四個瑞典人的照片 然後就一大堆 這是盒子 然後它是很緊密的放在一起 但是基本上是沒有特別連結 所以很容易倒塌 然後你可以進去裡面看 等一下排隊進去 這真的就是 一個一個 然後這裡面就是這種 creepy的感覺 全部都是 那種老照片的感覺 好多燈 那就是裡面然後 然後 轉過去 外面 這整個就是 大對比 我覺得這個版話蠻屌的 它是整個地板都是 它鋪的版話 超大一幅作品 現在這外面人越來越多了 就是 超級多 玩滑板的還有一堆 不過大部分人看起來是藍蠟賽的 這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這是巴塞隆斷大選 看起來比想像中大耶 因為地圖上顯示它其實不是太大 現在生意超好 但是因為我們是兩個人 然後就很快 超快 然後等了大概五分鐘 我連別人在Google平台那邊看完 就上來了 這很簡單 別人都說超便宜 然後說牛小排超好吃 所以我待會就要點一個 Beef Tendrian 應該是牛小排的意思 第一道來了 這是 應該是鑑魚跟那個 花枝 烤鑑魚 再來吃 花枝 爬的這種 焦香味 這下蠻有焦鑑魚 再來吃 鑑魚 但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很像鮮魚 油脂也蠻夠的 然後 然後肉質是有點Q彈 而且蠻好吃的 之前吃過的鮮魚跟鮮魚 然後旁邊不知道什麼叫 然後這個是Farm Market 就是各種雜燴 蛋菜啊 什麼 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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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吃下我懶得直接入 它這個 超級甜 非常非常甜 但是它那個超級甜的味道 卻能夠讓這個 海鮮鮮味出來 我覺得很棒 然後這個 它的蛋菜 就是它沒有這種炭火燒味 我覺得超級好吃 但是我這邊吃過最好吃的這個 蛋菜 這道叫做Pasta of the Day 就是本日Pasta 然後它們的麵是吃起來是 比較沒有焦勁 咬下去是斷掉 不是彈牙那種 然後直接混合那個 麻辣瑞亞起司 然後跟這個紅醬 就是它當初給的 起司是 自己要加多少加多少 它就是給一盤這樣子 最後這個又上次吃過的 就是Bip Tandaria 然後它這上面給的是甜甜椒 有人說這家超推 我來吃吃看 好 來吃吃飯這個 傳說中的牛肉 它大概煎到我覺得大概是 五分到方五 我覺得它七分 六七分左右 單吃牛肉 我覺得牛肉 水質水中的調 肉味非常的夠 然後 口感也很棒 很軟 然後再來吃 牛肉加 全部混在一起 加那個 牛奶奶茶 它那個 鹹蛋應該是有點 應該不是鹹椒應該是辣椒 不辣椒辣椒 它有點輕巧的頭感 然後會 我覺得兩絲吧都不錯 但我比較喜歡三絲牛肉 今天到了 旅館超棒的 今天有冷氣 超開心的昨天 真的是超熱 而且今天乾小魚 整個燒悶 但這間房間有點悶 因為浴室看起來是 浴室好像沒有額外抽風 整間浴室的悶氣會出來 整間浴室的悶氣會出來